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开始看到苏万 杨好这两个角色是真的气不打一处来了 尤其是新生代演员王炮轩饰演的苏万 表现得简直像个智障一样 不过随着剧情的推进 如今苏万 杨好两个角色的人设都立了起来 杨好虽然是个小混混 但为人仗义 重情重义 还有点可爱 而苏万除了重情意这点圈粉之外 其实他一直在装傻 所谓的伴猪吃老虎 大概说的他这种人吧 为什么说苏万其实非常聪明呢 在沙海中苏万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呆呆傻傻的 但在一些关键事情上却从不含糊 从剧中的一个很细极的场景可以看出 苏万实际上心思缜密非常聪明 苏万在补课的时候意外发现沈穷与卡鲁的合影 开始怀疑沈穷的身份 随后破译的磁带中出现了沈穷的名字 他故意给沈穷听以观察对方的反应 而此时沈穷不安的表现已经证明苏万的怀疑 于是沈穷想要杀人灭口 然而吊诡的是正在沈穷想要动手时 副官张日山却突然出现在了阳台上 显然苏万在揭开沈穷的身份后 肯定是与张日山串联好的 不然就算张日山是神仙 也不会那么及时的出现在阳台上吧 从这一细节上看 苏万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憨傻 而除了很聪明之外 其实苏万也是有一些特殊能力的 根据沙海的设定来看 在剧中只要被黑毛蛇咬了的人 几乎很少有生魂的可能 在普通经中那些被咬中的人都成了黑妃子 然而从沙海中近期的剧情看 苏万与杨好两个人去餐户中 想要了解庄箱中的到底是什么 出如其来被一大群黑毛蛇攻击 而在剧中苏万却能清晰地读取黑毛蛇的记忆 虽然不幸被黑毛蛇咬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